有粉丝投稿车商31万收的14年宝马X5本钱卖给他 问我看一年能亏多少 首先我承认我是炎编三重吴远祖 但是如果说以现在这个行情14年的宝马X5 即使它是豪华6万公里 我想请教评论区的各位 这台车到底贵不贵 贵不贵我不得家评判 为什么 如果说你想买这台车 你是在北京外地车转而不进去对吧 你可以多找几台这样的同年线的宝马X5 你看相同车框下 公里数大差不差 谁家的车合理 价格合适 你就买谁家的 再就是捞铁 你不用想着这台车开到明年会溃 你只要是想一想 现在以多少钱的行情 可谁家买到一个合理的车价 我感觉更踏实一样 毕竟二手车开一年或者开一天 你都得亏一个行情或者是车上的利润 毕竟现在年底了宝贝 我也有很多车型想本钱甚至少亏点 卖给很多宝贝和冤种 好大哥 但是无奈兄弟们 没有接班侠 我也挺疲惫 再就是给你看打款记录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多车商在打款的时候 就是签完合同 打款的时候 总是把款打错 不知道咋回事家人们 合同签的30万收拾一不小心 打了个35 然后跟车主说 哎呀妈呀 不好意思宝贝 我说财务打错了 你把那个五捆给我退回来 我不知道你们遇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如果说遇到过的话 赶紧转发告诉你身边的宝贝 千万别让人难拍了 这玩意说完之后 兄弟们 我天会不会他呢 自古深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祝你们越来越好 满满当当一路长红 所有美好运女皇有相扣 所有好运陪伴你 每一天点赞 关注我永远是你的好宝贝 以后就别问了 家人们 我刚睡醒 每次拍视频 不洗头不洗脸 是因为我有家了 我爱飞比我小把睡 我还整那些个没有用的干什么 我就捅过捅过车 啊家人们 我纯老实人 嘎嘎的 对那就是我们 klein了